好大过年的最近人人都想发财 不过财可能还没发到 全台彩券行生意已经先转翻了 民众疯狂强买彩券 光是4号初二您知道吗 一整天的时间单一彩券行 投注就有110万 这是往年业绩的2到3倍多 又加上4号开奖的大乐透又杠归了 而这已经是连9杠 而下一次8号开奖 奖金可是直逼16亿 台彩预估投注金额上看20亿 这都双双创下记录 大过年不到上午10点 彩券行特别提早一个小时 开门做生意 因为大乐透已经连9杠 一大早就有民众满手钞票来包牌 这是过年已经买几张了 有买一些 穿红衣来看的丢位 我比虎就好重 买来的彩券在香炉上绕三圈 这财神爷还是彩券行老板 远从花莲请来的 曾经开出五次投奖 下一回大乐透开奖 累积投奖超过15亿 台彩预估光是投注金额 就会超过20亿 双双创下记录 你没有财运的话就没办法 能不能中奖看运气 而命理时预估今年上半年 母羊座和狮子座财运特别旺 下半年轮到金牛座发威 而生肖方面 属老虎的朋友财运特别旺 属兔子有贵人帮忙 不妨集资包牌 属猪的朋友也有机会 小众偏财 这次开出的号码有可能是植树牌 一二三五七 彩券行老板大方抱名牌 穿个红背心 把彩券拼命往身上绕 就是希望大家都来买 毕竟光是四号一整天 投注金额已经高达110万 是往年的两倍 下一回开奖 投奖毕竟16亿 大家梦想当个亿万富翁 意外替彩券行缔造了百万商机 周年新闻林志远范 新宇SG小组台北 参加报道